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连生活佛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贵的开始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连生活佛在2007年10月14号 历临台东的东湖堂而且开放时间让弟子提问 连生活佛的妙语如珠至今还让我们沉醉在当时的法喜之中 在当天连生活佛也非常的慈悲 让许多诚心求法的弟子能够满怨做了许多密法的灌顶 也让我们着实体会到自己的幸福 因为连生活佛是真正相应的瑜伽大事 不管我们求什么法 由于连生活佛已是修持德政的大成就者 所以我们得到他的灌顶就等于得到宇宙法流的灌顶 而且依止真佛的传承依此精进的修持 必能够相应成就 所以在人间能够有这样万法基于一生的师父 我们做他的弟子何其有幸 在2007年10月14号 连生活佛历临台东东湖堂 为了勉励当地的弟子 圣尊连生活佛就像在银海堂一样 也现场四福莫保写下了这样的法纪 东湖雷藏寺光摄抖日方 千佛意下降菩萨最吉祥 罗汉降龙虎 身文戒利从 入法金物食众神列邦安 圣贤奖金论环宜借度化 普明东台湾 韩昂真佛法 虽肉依放光 朱子若民 天人战争 感谢连生活佛的赐福 在圣尊辉豪赐下了这幅墨保之后 主办单位在邀请圣尊到 东湖雷藏寺的建地做勘于 忏悔之前犯下的错 公顷根本上是连生活佛加持 让这个东湖雷藏寺 能够早日完工 发扬真佛秘法 在结束东湖堂早上的行程之后 各个弟子又很兴奋地赶快准备前往下一个追佛的地点 法藏同修会 特别的是大家听说圣尊连生活佛 会在这个同修会做一场护魔法会 更是欣喜万分 因为这可算是除了台湾雷藏寺之外 近期之中连生活佛公开在道场做护魔的第一次了 好 目标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法藏同修会 是台东真佛宗非常实修的道场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们的禁师 重罚 实修 可说是相当模范的榜样 阿cę 克罗 母亲 Love 小姐 文字幕 里面 connecting with you 相当模范的摆 Spencer 晋金年参摆病 台下斩园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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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kulu-Lensan-Shutty-H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白蓮花孔子,加持暴民眾等。 爭一切利益,福德、征德、征服、征慰。 一心齊請大白蓮花孔子,加持暴民眾等。 敬愛圓滿,家庭圓滿。 射遭所有眾生,唯一征服。 一心齊請父母主尊大白蓮花孔子,放光加持暴民眾等。 勒令一切小人遠離,厭離遠離,一切災難遠離。 勒令所有幽民眾等,暴民的幽民眾等,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馬哈雙齡。 願所祈求者,戒得圓滿。 勒令一切三年安退散。 勒令一切三年安退散。 勒令和娩利。 我要感謝他們 殲釋人 courage! 为我们主持的赛场 专门的部队华会 领导大会的掌声来感谢 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师尊 为我们同门说起计划 也希望听到师尊在台东 好 蚂蚁的开示 让我们台东的人都能感受到 这种充满喜悦的声音 大家用这些掌声来感谢 这个我讲一下法杖这两个字话 法杖 这个法杖 这个法的意思是因为 这个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 并不是哪一个博传 并不是 法本来就在整个西空之中 本来就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说法四十九年 的时候呢 他才会讲 我根本没有说法 因为是本来就有 不是我说才有 所以才是根本 我没有说法 的意思 在这里 法 本来就在有 只因为 释迦牟尼佛讲 那么我们呢 听了 才知道 有佛法 但佛法呢 本来就存在整个 西空之中 是无始 没有开始 也无终 也不会有结束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 那么 法为释迦传 就是 因为是释迦牟尼佛 传了佛法 我们今天 议释迦牟尼佛 为佛教的教主 是因为他 把法传给我 是这样子 那么第二句呢 这个 藏 在如来心 这个佛法 如何去知道有佛法呢 就要叫你 明白佛的心 你不能讲人的心 藏在人的心 藏在人的心 藏在人的心也对 但是 你要 认明你自己的心 然后去知道佛的心 今天 法葬堂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就是 法 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 传给我们 我们才知道有佛法 我们才知道有佛法 但是这个法 它原来就是存在的 那么有了这个法以后呢 就要请知道 你自己的内心 内在的 原来的这个心 那么 从这个心里面 找出佛的心 这个找出佛的心呢 就是佛 这 两个字 一字 大家 恭喜 新年好 鼠年精进 佛法成就 有佛法成为佛法成为佛法 各位观众 2008物子年即将到来 你已经报名点灯和安太岁了吗 在新的鼠年 生肖是 鼠 马 兔羊的朋友 台湾雷藏寺 欢迎您在农历初十五之前 报名安太岁和点光明灯 祝您财宝具足 求愿满愿 鼠年平安吉祥 恭喜大家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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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 好 大家再来欢迎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的是 莲花乐志上师 你好 美同 再来我们欢迎的是 莲海上师 大家好 新年恭喜 我们再来欢迎九孔 恭喜 大过年了 大家先讲几句吉祥话 对不对 喜气来临真百福 吉星高到那千祥 好耶 好 今天真的是很有福分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就要注意了 您现在看我们节目对不对 如果你有什么亲朋好友 现在可能昨天打麻将一个晚上 都还在睡觉的话 赶快把他叫起床 赶快现在转到我们这个频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个宝啊 这个是摄栗子啊 哎呀 我这样一讲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怎么说 想不到以我们这种身份 在我们有生之年 竟然能够看到摄栗子 而且对不对 我们以前看到人家什么摄栗子的展览 在某个场地 然后大家排长龙 一个晚上都不回家了 就是为了鼎礼那个摄栗子 我们今天能够把他请到现场来 第一次看到 我上次想去看的时候还挤不进去 你看多没有福报 而且这个摄栗子 其中之一的摄栗子 还是皇财神的摄栗子 对不对 大过年的 是不是听到财 你就 财是春朝带雨来 嘿呀 找你来就对了 好 那这个渊源呢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 先请连海上 上次 好不好 摄栗子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的赞叹 摄栗子到底是什么 摄栗子呢 它是由戒定会 所寻修而成 是 那么一般我们又称为佛谷 是这样 那么摄栗子呢 就是说 一般来讲有那个全身摄栗 就像以前 比如说六十大师这样 好 比如像这个 分身散那个摄栗 就要像那个 释迦曼流过世之后 哇他有八万四千户的 摄栗子种种 还有呢就是这个法身摄栗 法身摄栗 法身摄栗 法身摄栗呢就是 由这个法身 自信法身 然后他自由任运啊 所生出来的 他可以以任何形状出来 他可以以摄栗子 以金苏以任何任何东西都可以 真的啊 就是说他不一定要是像一个一颗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像所有的金苏也都是四象摄栗子的法身摄栗 真的啊 是这样子好有学问 我听人家说那个摄栗啊 可以防身 还可以治百病 真的吗 是不是 然后有金刚护体 那我们是这辈子不可能有摄栗的 我们最多是骨刺而已 哈哈哈 不过我们这个今天啊 非常感谢乐志上师 对不对 您是不是告诉我们 今天请来的这两个摄栗 他的不同的渊源是什么 那这样我先介绍法王的摄栗 法王的摄栗 那么师尊在去年 来到一致同修会 对对 那么在师尊一进来的时候就 从地上就产生了摄栗子 是 那是连性法师捡到第一颗 那么再来师尊上法王座以后 我们再隔两天三天的时候 那么连向法师在那个师尊的法王座 因为整理嘛 他哎怎么会两颗摄栗子在那里 那起源是这样 那多像绿豆那么大 那这中间还有生好几颗法身摄栗 就是母摄栗 还可以生 生好几颗的小摄栗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 那是 那真的是太 就人家以为是变魔术对不对 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母摄栗还可以生小摄栗 我没有 你今天第一次听到 我今天听到 所以你看我平常话很多的 我今天就在那边好好的聆听 对不对 上师的教诲 这是连生活佛 对 他人还不像刚刚连海上师讲的 他并没有原籍 对 有些原籍是 原籍以后才是 你不敢 我不敢讲 因为我想说 基本上摄栗子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 都是这个 上师 大师 火化之后才会 原籍之后 他产生了一些 灵气的东西 宝物 对 可是问题是 我第一次听到 原来他连空气接触都可以有 对 所以这个摄栗子 他的代表性 就是说 他第一代表法的真 那么也代表说 法王他自己本身的成就的真 他所修持的 所讲的 都是真 所以他会从他的空性里面显现 这个就是因缘俱足 对 所以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这个摄栗子 不是要火化才有 怎么突然间会有 这个就是空性 他代表法生的空性 所有的法 都是由空性而出现 所以这个也代表一种成就 就证明 对对 就是一个证明 听说您那时候 得到这样子的摄栗子之后 您还打电话 岳阳打电话 去西雅图求证师尊吗 有跟师母师尊报告 那后来师尊也证实 这确实是法身摄栗没有错 而且是师尊的 是他的摄栗子 那么有一件事比较好笑 师尊 刚好跟师母在聊 那么师尊就问说什么事 那师母就想说 他们在问说这个摄栗子 是真还是假 大灯的这个师姐 他就问 那时候在问嘛 对 那结果师尊就想 当然是我的 我连洗澡都会掉出摄栗子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 对不对 我真的很想 很想要站在我们师尊家门口的水管去接 对啊 他那个水都比我自己干净的水还那个 我们这个洗完澡的时候只有山而已 哈哈哈哈 充澡都可以充下很多摄栗子 对对对对 照理想 我们今天对不对 现场看到的 对不对 我们请到现场来 就是刚刚 上司拿的照片 这个大的这个摄栗塔呢 这个是师尊的对不对 对对对 曾经有过一个国王 那么他为了证明说你们佛教讲的是真实 那时候有分外道跟佛教嘛 那么佛王就说好 那你既然说摄栗子 那他就用一个东西把它覆盖 那覆盖处就是说 那你就让他里面能够长摄栗子出来 所以那个法师他也是经过修法祈祷以后 事实上奇迹也是出现 从那个空的东西一打开 里面真的长出摄栗子 代表佛法他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过法 那像刚九孔 他讲说可以治病啊 没有错 可以去求什么 你刚刚说摄栗子可以 金刚护体保平安 保平安 这可以吧 它可以让我们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灾难 包括人家跟你降谷 跟你施些乌法 不好的东西 或者说你家里的风水 磁场各方面不好 其实摄栗子是非常祥和的 那么在佛经里面来讲 见摄栗如见佛 而且24小时天龙八部 龙天护法守护摄栗子 哇 这是这一个 摄栗塔 那旁边的这个也是摄栗子 像这个 这个就是黄财神的 对 是什么姻缘 这个也经过 根本上是联身佛佛认证了 认可过 那么这设历史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6月23号 那刚好我做这个黄财神法会 那么黄财神我们是有准备米盘 但米盘里面是没有放任何东西 除了放钞票以外 对 好 那我在就是说我们胸怀后 那么黄财神是说 你用什么心来供养他 他就用什么最大的价值给你 因为他是最有钱的 对 他能够刺伍所有的众生 那么华卫完以后呢 我们在清那个米盆的时候 那联系我还是又看到里面 诶怎么有这个东西 他说上司你是不是有放东西 我说没有啊 只有米而已 他说那怎么会有这个 我一看 哇 这是色栗子 怎么会有这个 但那时候我们是知道 但是我们又没办法要讲 那只要请根本上司 这次师尊回来 就刚好跟师尊报告 那师尊一看 没有错 这是色栗子 而且颜色好特别 颜色是绿色的 那刚好他出现的 出现的的树木 跟我们修黄财神的树木是一样 第一 他要五方火加持 对 那么我们所求就是代表宝布 这绿色代表宝布 就是你所求的愿望能够达成 财宝 所以他里面会有这个五个颜色的 绿色的 那么红色代表 中央 黄财神本尊 就是在加持里面 那所以就产生 而且他有一颗还要快生的感觉 里面还有一颗快生的感觉 哇 今天随我说吧 今天来参加节目的 还有在电视机前面收看我们节目的 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第四台 正在卖什么 看到我们节目你就知道 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对 我不是在卖什么东西 不是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好几个人这个多少钱 就是大末年看到这一集的 哇真的是 Hockey Hockey 而且颜色是这么的特别 五个五颗 现在今天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对 黄财神的五颗 那还有这个师尊的法身色力 里面这颗咖啡色的 我是不好意思在讲 不好意思 其实他也是法身色力 他是地藏王菩萨的 地藏王菩萨的 就这么一颗 是同一天法会生出来的 不是 是另外的 另外的 所以今天也一起带来了 对对对 因为是这个空性来讲 他有很大的吉祥 其实你今天见到这个法身色力 你等同加持 如见佛本尊是没有两样 对 我现在觉得头热热的 很大的加持 所以为什么这个前一阵子 大家在吵说 连生活佛是真佛还是假佛 请问要是你的话你要怎么说 其实我记得我在父亲过世的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然后台歌就带我去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那样子 我记得好像是有想过一句话 说我们本身很富有 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帮助别人 我们扇车还要把车转下去 那怎么帮助人家 对不对 那我听进去了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不但各方面很好 而且心地也很好 他才可能去帮人家 对不对 你有看到那个乞丐去帮助人家吗 所以你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不好意思 你说看我们师尊 看起来很福泰 对 没有福气的样子 不可能就这样 我去当那个也不太对吗 一点衰相 那这样不行了 哦 他是用他的白话 大家听得懂吗 不是因为我们是比较粗一点 我们就比较外人 用别办法 我们只能用外战 旁边的美女都不敢讲话 你们要点头啊 你们听懂了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师尊给人家感觉 好像哦 怎么镜子这么多 而且他们整个面相 非常有福气 然后红光那个 对 那龙光幻花的 龙光泛花 哈哈哈 你看起来他就是 你觉得依靠他追随他对不对 你也会跟着对不对 我觉得心情会比较好 心情会比较好 而且这个会讲句不好听的话 就比较踏实 比较安定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他一直在用很多的方式 来告诉你们 你们的相信是正确的 你看这个政策中的法会 那法会就有法声数设立出来 对不对 那么做个地藏法会 有法声设立出来 那么点灯还有灯花设立出来 那像这种感应太多了 太多了 光这个也可以证明 因为我们讲说设立 他就是本觉自信 法声 他任意自由出声的东西 他可以以任何形态出现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联神佛佛他的功德的展现 又度声的 度众声的功德的一个展现 这样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心情会越来越开阔 越来越开阔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再一次的恭喜各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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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恭喜 新年好 鼠年精进 佛法成就 我妈你被民家 书 各位观众 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 又要展开 今年定在2月14号到18号 台北世贸第一馆 大登文化将推出 联生活佛第199本最新著作 风来波浪起 想要搜集卢盛宴文集 到国际书展是您最佳的选择 庆祝联生活佛写作200本 欢迎您前往护池 台北国际书展 同时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给您点上新灯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